您可曾知道肚子里也会潜伏着一颗随时引爆的炸弹 它的病因是什么 高发人群又有哪些 血管外科权威专家带您巧妙解除危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跳完这些格子 你说要我跳我这汗都下来了 那就跳了啊 对 你最快的速度啊 看你多快的速度能跳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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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天哪 我天哪 吓死我了 什么感觉 连续 这事是因为知道 今天是我生日给我准备的吗 我天哪 什么感觉呀 吓死宝宝了 真的 我天哪 没事吧 吓了一跳 第一是觉得挺突然的 因为我想多跳一点嘛 然后展示一下我轻盈的这个感觉 我说最后跳中间的 没有跳一跳中间的 就是一坑挖一坑给我 然后跳进去之后呢 第一是觉得特突然 第二真是吓一跳 就觉得不知道怎么办了 缩手无刻的感觉 对啊 因为前面都是很实的 跳在这儿你突然一下 哗叉进去了 就感觉特突然 然后特别 挺恐怖的 汗都出来了 对 连下在泪 不怕不怕 捏捏耳朵不害怕 晚上别尿炕 对 这个其实是让连续冒着危险 把我们玩了一个游戏 但是跟您说啊 这种危险很有可能 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体当中 我们身体里会发生爆炸 对 真的就跟刚才连续 做的这个游戏的体验是一样的 那这种危险到底是什么呢 今天我们请到了 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 附属北京安政医院的陈忠主任 为大家介绍 欢迎陈主任 你好 陈主任 欢迎您 你好 说实话 刚才做这个游戏的时候 连我都吓一跳 我们场上所有的观众都吓一跳 这种危险 这种意外 也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吗 会的 这到底是什么问题啊 有一种病叫动脉瘤 动脉瘤 对 动脉瘤 动脉瘤一旦要破裂 就跟体内的不定时炸弹一样 随时有可能会破裂 导致病人生命危险 光听讲 肿瘤 好多观众都不知道 什么是动脉瘤啊 动脉瘤跟肿瘤有很大的区别 动脉瘤呢 它是由于血液 把血管越称越大 把一个局部越称越大 那么最终形成一个 类似于瘤样的一个血管包 实际里面 它不是实际的种物 而是它还是包的是一包血 而这包血呢 是在这个流腔里面流动的 它不是一个实体的肿瘤 这就是跟肿瘤的区别 这个是在哪里呢 这个是在腹腔里面 腹腔的大概在这个位置 我们叫腹主动脉瘤 因为所有的体内的动脉瘤 腹主动脉瘤是占到95%以上的发生率 也就是说人体上的动脉瘤最多件的是在腹腔 我们叫腹主动脉瘤 我觉得好多观众可能都没有听说过腹主动脉瘤 问问场上的观众 大家以前有没有听说过什么是腹主动脉瘤 听过吗 没有 真的不知道这什么是腹主动脉瘤 待会咱们慢慢给大家介绍好不好 请您先回到座位上 刚才我们通过这个图片看到 这个血管已经慢慢变得这么大了 那我就很难想象说 血管要是破裂了 爆裂了 会是什么样 那岂不是血液就全都出来了 就相当于高压紧密 那么可能我们看电影 经常能看到子弹打也好 或者刀扎的血管也好 那血扑一下能够喷得很高 有的时候会有一人多高的血液的 这个喷的这个高度 说明人的动脉腔内的 血的压力实际是很大的 如果要动脉一旦破裂 腹腔内可以容纳7000左右的容量 那么一个腹腔完全可以容纳身体所有的血 所以如果一旦破裂 那人可能马上就会由于大失血而死亡 天啊 这历史上谁是因为这个事走的呀 很多啊 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可能爱因斯坦 就是由于腹肚动脉瘤最终死亡的 还有我们国家的著名科学家李斯光 也是由于腹肚动脉瘤最终死亡的 爱因斯坦那个时代更早一些 但是那个年代还没有更好的治疗的手段 他第一次治疗只是给他拿了一块布 给他在动脉瘤外边缝了一圈 包了一个包裹了一圈 就希望他不要再长 但实际上是想象的 根本不可能 最终还是由于最终动脉瘤破裂 导致他的死亡 真的以前听到的特别少啊 您最近接诊的病人当中有这种情况吗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个老年患者 他做B超查他的胆囊的时候 意外发现他有腹肚动脉瘤 当时他的腹肚动脉瘤还不是很大 我们当时建议呢 他可以展示观察 密切随访 但是过了一年以后 他的瘤子长大了 当我们再动员他做的时候 他说我现在不能做 我说为什么不能做 他说我的老伴肾功能衰竭了 每天要透析 那么他要透析 他说我家里子女又不在身边 只有我能照顾他 他说我只能最近先雇老伴 不能雇我自己 尽管我们给他说了很多动脉瘤的风险 但还在执意他说先要照顾老伴 但是两年过去以后 当我再去了解这个病人的时候 我听说这个病人已经在不到两个月之前 由于动脉瘤破裂已经死亡 那么 当然这是让我很印象很深的一个例子 是因为他有了动脉瘤没有及早的治疗 当然他是为了照顾他自己的老伴 他把自己本可以去治疗的时间 他送给了他自己的老伴 但是也告诉我们 动脉瘤如果不积极治疗 一旦破裂 它的风险还是非常非常大 但您看刚才我问厂上的观众 大家有没有知道 肤主动脉瘤的好多观众都在摇头 以前真的是不知道有这个病 是不是这个病发病率比较低 得的人少 其实发病率并不低 在55岁以上的这个中老年人里面 男性患者发病率 有的文献报道能高达8.8% 女性相对会低一些在2.7% 但是相对来讲 男性病人发病率相对更高 当然我们自己国人的发病率并没有 因为我们缺少这方面的流行病 绝对调查资料 但是在美国 现在每年他们统计的 能够有新发的肤主动脉瘤能有30多万 那这个数字还是相当可观的 而且我们国家的人口基数更大一些 所以这是一个大家不太了解的疾病 甚至都没有听说过的疾病 但是带来的这个结果是非常危及生命的 刚才也提到会瞬间的夺走人的性命 那所以咱们看一个什么样的人 是更应该关注我们肚子里的这个情况 血管的情况 我们来看这第一个问题 我们看哪一类人是最易患动脉瘤的呢 是高血压患者 脂肪肝患者 还是长期腹泻的朋友呢 请大家做出判断 我以前听说过动脉瘤 我能没有听说过 叫什么 副主动脉瘤 我听说过心脏的主动脉的那个瘤 我觉得是不是跟这个 脂肪肝有关系 就是它这个血脂比较高 或者说它血液比较粘稠 然后它容易形成这样的一块 就是血液比较粘稠 然后堵在那形成那个瘤状 我现在还心爱跳呢 就是刚才做着游戏做的我 这个实话实话 我做了也几年健康之路了 我第一回听说 这叫动脉瘤 所以完全不懂 然后我觉得一般的病 可能跟肥胖有关系 所以我也跟这菜籽一样 选一个脂肪肝的患者 那我们来看看大家 对这个问题是否了解 看一下观众们的判断是 一半的观众选择的是 脂肪肝的患者 那是不是这样的朋友 更应该警惕动脉瘤呢 我们应该提醒 有高血压的朋友们 要关注自己动脉的情况了 知道了 为什么这些朋友们 更应该注意呢 应该说本身 血管内部的压力越高 导致血管壁被称大的可能性 就越大 所以一般的来讲 我们正常的血压 高压也就是收缩压 应该是在140以内 那么舒张压也就是低压 应该在90以内 当然除了绝对值的增高以外 其实对动脉瘤的形成 更怕的是大幅的波动 也就是忽高忽低的血压 所以血压实际上是导致 或者影响动脉瘤发生发展的 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是不是因为他们这些人 不控制血压 或者说血压太高了 而造成了动脉瘤的呢 只能说血压是导致动脉瘤 发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但绝对不是唯一因素 并不是所有高血压的病人 都得动脉瘤 那么只有一部分的高血压的病人 它最终会导致动脉瘤 那么这就跟本身的动脉壁 有很大的关系 比如说动脉硬化导致这种损伤 那么血管壁肯定有薄弱区 那它才会形成动脉瘤 您刚才提到就是有一部分朋友 是因为它本身的血管 因为什么其他的原因 里面长了一些东西了 或者动脉硬化了 是这样的因素 也有可能会导致动脉瘤的产生是吧 主要是动脉硬化 导致了血管壁的 弹力纤维层的破坏 断裂或者是其他的破坏 导致血管壁有薄弱区 那么从这个薄弱区 逐渐压力的逐渐反复的 这种向外的扩张 使局部的血管壁越撑越粗 越撑越大 最终形成一个动脉瘤 就是我们的血压只是一个外力了 对 相当于越冲击它 它的这个薄弱的地方 或者受损的地方 就越容易得到破坏 没错 越容易让我们这个血流外溢出来 对 我们还是通过动画 再看看这个过程 这是人的心脏 心脏随着每一个波动 都会沿着生主主动脉弓 降主这样流遍全身 那么从胸主动脉向下 就会延伸到我们的俘虏动脉 这就是从胸主动脉延伸下来的俘虏动脉 那么俘虏动脉 如果本身血管壁有问题 那么血管壁在自己的薄弱区 在由于血管内的压力的不断的冲击下 就会由正常的管境中间增粗变大 最终形成一个动脉瘤 这个刚才您提到 是能够瞬间夺去我们人体性命的一个疾病 一旦破裂 它会瞬间夺去病人的生命 所以就应该及时的 尽早的来发现它 那我们来看看下一个问题 有没有一些蛛丝马迹呢 我们来看副主动脉瘤 有什么样的一些早期的表现呢 能够让我们及时去发现它 是会肚子疼 长期的腹泻 还是没有症状 请大家做出判断 我不知道这个副主动脉瘤和这个 比如说心脏的主动脉的这种瘤 是什么关系 但是我知道好像心脏的 这个这种主动脉的这种瘤 是没有任何感觉的 所以说很多人一生都不会发现 他只要不破裂 他一生都不会发现 他也可以带病一直生活 因为他不知道 那所以有的医生就说 可以保守治疗等等 所以我就在想 由此推断这个副主动脉瘤 是不是也是没有任何症状 我们感觉不到的 所以才会有那么多危险发生 如果我都之前有症状了 我肯定可以去医院进行救治了 我觉得应该是A 腹痛 你想那玩意给血管都撑大了吧 他一定会挤着什么肝啊 肺啊什么的 那上面有神经啊 包括肌肉啊 心也不光有血管也有神经 他万一压迫神经呢 没准就开始疼了 所以就是腹痛吧 应该是 那我们看看大家对于这个问题了解的情况啊 看看我们观众们的选择是 一半的观众选择的是没有症状 那么这个副主动脉瘤 早期的时候表现一些蛛丝马迹给我们呢 一切没有任何的蛛丝马迹 它是没有症状的 那难道不会像连续说到的吗 它慢慢长大了就会压挤到其他的器官 会疼 其实连续她老是跳跃性思维 她老是把她说的都是比较超前 我们刚才的题目是早期征兆 你的腹痛肯定是征兆 但是那是晚期征兆 临破了之前她会腹痛 但是早期甚至于中期都没任何症状 所以她也是一个隐性杀手 定时炸弹 正因为她没有任何症状 不被人们所重视也引起不了别人的注意 所以她才是一个不定时炸弹 所以经常会在不知不觉当中会要人命 有的人死了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死的 她从小的一点点的那个小瘤子 发展到能够破裂的那个大瘤子 她一般会经过多长时间呢 一般的这个单位是应该按年来计算的 当然动脉瘤长得越大 它的生长速度也就会越快 在早期在四公分以前 就直径最大的直径如果在四公分之前 那么生长的速度相对是比较慢的 那么随着直径的增加 越大它的增长速度就会越快 假如说五公分 四到五公分的动脉瘤 就要明显要比四公分以下的增长速度快得多 而且破裂的几率也会增大 假如五到六公分呢 它的增长速度又会更快 那么破裂的几率就会更高 如果要是在六公分以上呢 那破裂的几率和增长的速度 都会成倍的要增加 但是这个问题也挺麻烦的 它没有什么 这些能够提示给我们的警示信号 那咱们怎么才能够 及时地发现我们肚子里有没有这东西呢 你提这个问题其实挺不容易回答的 是因为它本身没有任何的症状 那么我们怎么去发现 如果是个比较瘦的人 假如说我平躺在那儿 肚子往往成一个盆状的时候 像你可能有条件 当然你不适合得动脉瘤 但它可能容易摸到 假如我有一个跳着的一个种物 因为它动脉瘤嘛 它会随着心脏波动的节律 它一样是有波动感的 能看见的 如果是很瘦的人是容易看到的 但如果是很胖的人 它往往不太容易看到 在哪儿啊 是在肚脐的周围 一般的是在肚脐的偏左 肚脐周围 对 差不多就这个位置 肚脐左边 对 能够摸到一个波动性的种物 这是早期是晚期啊 这一般得中期以后 早期因为太小你更摸不着 因为 我也能摸到这地儿 有东西跳啊 跳啊 你不跳吗 通常人的主动脉是能摸到跳的 摸到跳不一定是动脉瘤 那这你主动脉本身就跳 但不一定是动脉瘤 你看这个病人 他就比较胖 但是他你仔细看 实际上也能看出来 看到没有 肚脐眼那个位置 他是能看到 你看 他是在动的 这个大幅的是呼吸 小幅的是在跳 大家看到了 看到了 看到了 他实际上说像他这么胖 都能看到有个包 在这儿一下一下在跳 那一般就容易提示你 就已经有动脉瘤了 就先有个包 你再能够看到他跳 或者感觉到他 摸到他再跳 对 你摸到他跳 他广有跳 他没包 那可能是因为你都太瘦了 一摸就摸得到 你像我这肉 他怎么摸 他也摸不着跳 这都得长到一定程度了 才能够看得到摸得到啊 那小的时候怎么发现他 那可以做检查啊 我们可以做很简易的检查 现在检查的手段很多 我们可以做超声啊 我们可以再进一步检查 可以做CT啊 核磁啊 血管造影啊 很多 但是往往做一个采超 往往就可以非常明确的诊断 你有没有动脉瘤 第一 没痛苦 第二 还很减情 而且花钱还不多 就是做这样的超声 能看出里面有什么变化呢 大家可以看 其实这个也都很明显了 看看这个大概是正常的 这个管径的粗细 到这儿它已经就变粗了 这个还能提示 动脉流腔里边有腹壁血栓 这个流腔肯定是大了 大家你看它这个直径 这是标尺 这是0到5公分 这倒是10公分 大家看到这个标尺跟这个比例 大概是多少 那么一般这个距离是应该 血管壁正常的粗细 那到这儿蓬颅起来这么粗了 那肯定这儿已经是动脉瘤了 但是问题是虽然人家 专业医生看得很明白很清楚 那我们去做体检的时候 都是什么照照肝 照照什么胃 也没人说给我们照照 副主动脉的呀 你可以主动要求啊 这就是现在很多的体检 缺失的项目 当然现在很多的体检中心 都注意到查血管了 这个血管不仅包括心脏的灌脉 包括颈部的颈动脉 也会查腹部的副主动脉 所以你在做检查的时候 你可以主动要求 我除了查肝胆 乙脾肾 这些食指性脏器以外 那么你说我还要看一看血管 尤其是男性55岁以上 女性60岁以上的 这些中老年人一定要注意 看一看自己的血管有没有增粗 有没有动脉瘤 就是体检的时候 加一个特殊的检查就可以了 对 您刚才提到了 非常有必要 上了年纪之后 一年咱们做一次检查 看看我们这个动脉的情况 会不会有这种危险 那我们一旦要是 在检查的过程当中发现 长出了这样的一个动脉瘤 那么接下来的生活当中 就需要注意很多的问题了 比如说我们看看 要注意的问题是什么呢 看个新问题 我们看下面哪一种行为 是最易引发 副主动脉瘤破裂的 刚才提到破裂 血就涌出来了 有生命的危险 是跳广场舞 爬山 还是大声的唱歌 请大家做出判断 这个东西我觉得 就是怕刺激 因为它本身已经很薄了 血管 你在一大量运动 一剧烈运动 它就刺激 跟打气似的 您说那个自行车 刺刺刺刺刺 你拿一小 大头针一扎的 蹦了就忘了 所以我觉得 最大运动量的 应该就是爬山 反正我这辈子 爬山数有限 我觉得这个太累 所以就不能爬山 我这个跟连续 差不多的想法 我觉得就是 运动越剧烈 然后它血液流动 会越快 越快它会越冲击 它那个流 流的 然后它冲击得越大的话 它的压力越大 它就越容易破裂 所以爬山吧 爬山的时候都 不是太喘的 也是增加这个地方的压力 那我们来看看 大家的判断是什么 看一下观众们 选择比较多的是 跳广场舞 看来大家是不是有 这种体会跳广场舞 跳完之后也挺累的 那我们来看看 提醒大家 应该最避免的是 大声唱歌 为什么 对啊 怎么回事 为什么是它呢 为什么 我这得说明一下 这个必须要除外 几种极端情况 比如说我爬山 我慢慢爬 跟我使劲爬 比赛爬山 是不一样的 就本来如果说 您爬的是珠穆朗马峰 也不一样 因为海拔不一样 它的气压不一样 对吧 还有一个你跳广场舞 我是跳那种激烈的广场舞 还那种清歌漫舞的广场舞 它也不一样 如果是任何剧烈的活动 都有可能引起动脉流的破裂 但是大部分的广场舞都是比较轻柔的 对 我虽然没有特别关注过 但是我也看过大多数的广场舞 还是比较轻柔的广场舞 对对对 对吧 那么咱们一般的爬山也不是比赛的那种爬山 是 也都是慢慢那种爬 但是这种高声大声的这种唱歌 为什么说是容易导致动脉流破裂 是因为它这种要用气 它往往会增加胸腹腔的这种压力 我曾经有过一个病人 他自己是一个票友 他经常早晨起来到公园里边去吊嗓子 唱戏 他是非常有用气的 那么他有一天他就突然他就觉得 他这一吊嗓子突然那儿就疼 他就觉得可能差气 他没注意 但是可能我哪口气没喘匀 可能差气他接着练 但是越来越疼 越来越疼 他就觉得不对了 他马上他就要想到有可能会有别的问题 但是他当要想往回走或者要去医院的时候 这时候已经站不晚了 他已经开始头晕了 那么实际上被送到医院以后 他发现是辅助动脉流破裂 当然这第一 他以前不知道他有辅助动脉流 就是刚才咱们说的 他因为没症状 没感觉 他没感觉 但实际上动脉流 他当时已经六个多公分了 但是这人因为相对 老昌西的腹腔的胸腔这个容量比较大 也是一个比较健壮的一个老爷子 那他并没有觉得自己有异常的感觉 他第一没发现有服务动脉流 第二呢 他并没有意识到 他肚子疼会跟这些有关 对 所以他动脉流破裂是非常非常隐蔽的 那么他就由于一个掉嗓子 这么一个动作 那么导致的他 当然是个诱因 他肯定动脉流 他很有很多其他 他还有高血压 还有高血脂 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病 但是这确实高声掉嗓子 这事是他一个诱因 其实这老爷子还挺在习自己的身体的 知道疼了就赶紧去医院了 这就救了他一命了 那您说真的要是破裂的时候 他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明显的感觉上的变化 您跟我们说说 就是刚才连续说的 腹痛 突发的剧烈腹痛 哪疼呢肚子 就是齐周 主要是在齐周 或者是腰背部 就跟肚脐眼相对应的后背的地方 那么这个区域 如果感觉到突然的胀痛 那么往往 如果还有动脉流的病史 往往提示可能是动脉流破了 要照您那么说 要吵一下 动脉流气了也得 也容易 情绪的大幅的波动 对 生气 跟人大声吵架 这个高声唱歌唱戏 其实这都是容易诱发动脉流破裂的一些因素 那除了这些还有别的吗 因为我们想 如果说我们在没有发现的时候 我们尽可能地去注意 或者说发现以后 我们尽可能地去注意这种生活习惯 还有一些就可能跟疾病有关 比如说 我有老曼芝 我常年有哮喘 是吧 因为常年的咳嗽这种哮喘 它也是持续增加胸腹腔的这种压力 还有一个老年人往往有这种习惯性的便秘 他说便秘 他这种解不出大便使劲解大便这个动作 正好在这儿 就特别容易导致动脉流的破裂 我曾经有过一个病人 那是诊断了服务的动脉流去住院了 已经住在我病房里了 那么他晨起早上起来上厕所 就是因为大便干燥就使劲 咬着牙使劲往后解大便这个动作 突然一下动脉流就破了 就晕倒在卫生间里了 那是因为幸亏是在医院 所有的抢救本来就要该给他做主妇 所有的抢救还算及时 还救他一条生命 否则的话你这要在家等你送到医院 那肯定来不及 有过统计 这个有一半左右的动脉流的破裂 是在没有赶到医院之前就已经死掉了 而真正送到医院的 其实还有接近50% 根本没来得及送上手术台 也死掉了 这个速度会多快啊 短的几分钟 快的也不会超过几十分钟 我的天啊真的这个太吓人了 但是说实话以前咱们对这方面了解太少了 对 几乎都没有听说过 我们门门场上的观众啊 有谁最近特别喜欢跳广场舞 举手示意我一下 对 你现在都在什么时间跳广场舞 一般是早上 七点到八点半 那就跳一个半小时的广场舞 那你以前有没有检查过自己的肚子里边的主动脉的情况 没有 没有检查过 因为不懂 那您听完之后想去检查一下吗 想去了解一下吗 想 你还记得吗 我们需要做什么样的检查来着 采钞 做一个B钞就可以看出来了 对 还记得多长时间应该做一次吗 一年一次 一年一次 好 那看来还是记得挺准确的 我们再问问70号的观众好不好 您平常爱跳广场舞吗 跳 爱大声唱歌吗 跑调 那您听完刚才专家的介绍会有一点担心吗 又担心又害怕 紧张 嗯 担心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怕他说那个副主动脉瘤啊 怕这个呀 以前没听说过呀 嗯 那您以前有没有主动的去 比如说通过检查呀 去了解自己的动脉的情况 没有 就以前做得病吧 检查不出来 在中医院也做过那个 就那采钞 他有钞什么四肢啊 还有的静动脉 我那可能是小腿有点斑块 就知道这点 别的不知道 光照过脖子 照过腿啊 四肢四肢 嗯 没有想过说要照一照肚子里面的情况 没有 内然不知道 要前四五年知道 肯定得烧带了 就一扫有耳过了 嗯 那今天听完这个介绍之后 你有没有想去做一个 B超检查的冲动 看一看肚子里面动脉的情况 肯定有 因为比较担心 有 嗯 那还是把这个语言落到实处去 对 希望咱们都能够了解我们身体里的情况 才能够避免危险的发生 是不是 对对 好 谢谢您 动脉瘤可以治疗吗 当然了 动脉瘤发现以后是可以治疗的 而且越早治疗越好 我刚才说了 既然动脉瘤一旦破了 有这么大的危害 对 那你为什么再 非得等它疼了破了再去看呢 对 但是不是所有的都会破裂呀 对呀 所以就说早发现早治疗 才是最佳的途径 那么对于六十岁以上的女性 五十五岁以上的男性 那么应该 首先要意识到 我要做一些定期的常年的体检 至少每年我做体格检查 或者我做其他B超的顺便 我查一查 动脉有没有事 有没有得动脉瘤啊 对吧 但是一旦要有了 那我们还是有很多 非常有效的治疗手段的 那刚才说既然有办法 能够帮助这些朋友 现在有什么样的 高科技的手段呢 吃药可以吗 早期吃药是可以的 真的 如果在四公分以下的小动脉瘤 可以吃药 可以 第一控制血压 尽可能避免 我刚才说到的那些高危因素 比如说大便干燥啊 咳嗽啊 哮喘啊 那么是可以的 那么如果到了四公分以上 那就要加倍小心了 如果到四点五公分以上 我们就一般建议 人要积极进行干预治疗了 我今天带来一个模型 可以让大家看一看 太厉害了 怎么治疗了 还能够在这个大动脉上 进行手术 这个怎么手术啊 那么这个是一个动脉瘤 那么这是一个辅腔 假设这是一个辅腔 上面是胸腔 这个是辅腔 那么这个分叉的这个位置 相当于是我们肚脐的体表的位置 那么正好在这个分叉以上 那么是动脉瘤最高发的区域 这两个叉叉 这是供应两个肾脏的肾动脉 这是两个肾 那么我们一旦形成动脉瘤 这是分叉两个左右盆腔 跟下肢的那个供血的两根血管 我们叫做卡动脉 这个地方都好重要啊 联系到肾 联系到下肢 这么关键的地方怎么手术呢 所以我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办法 从大腿根部的动脉做一个穿刺 最多做一个不到一公分的小口 可以把导丝导管送进去 完了放进一个带金属支架的人造血管 给它衬在动脉瘤的里面 做一套管 就像这样 你说 这样的话我可以把 这个带金属丝的这个人造血管 衬在动脉瘤的里面 这样的话我的动脉瘤 就被它隔绝了 废弃了 对 我内腔的高压血 就不会直接刺激到动脉瘤壁 血液就从新建立的通道 就从新建立的通道 直接流过去了 对 那么这样的话 我就可以把动脉瘤破裂的风险 就避免了 这也是微创的手术 这也是微创的 可是这个还是在分叉上面的这半截 可是如果它刚好就在分叉 那个地方长的话 那怎么办 你提了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 那么也就是说 我往往必须要放这个分叉的血管 才能解决问题 而不是只放一个直筒的血管 但是怎么来把这个分叉的血管 放到体内呢 来了一个视频 大家可能看着会更直接一点 好 这就是大家看到的这个动脉瘤 那么从大腿根部穿丝以后 送去送进去这个带支架的 扔到血管打开 再同另外一条腿再穿入一个倒丝 那么把它找准合适的位置 不要挡住肾动脉 这是先把另外一条腿放开 这是尽端 用球囊做扩张 让它贴得更紧密一点 让它不要漏血 完了从这边再接一个小腿 完了可以把这边再接上 这就成了一个人字了 那么这样我就可以很有效的 把这个动脉瘤破裂的这个风险 就给它解决了 就是这样的 现在科技太发达了 医生也好聪明好厉害呀 您刚才提到您那位病人 就是爷爷为了照顾他的老伴 结果就错失了手术的机会 您提到一开始的时候 建议他手术的时候是四厘米大 那就是得到鸡蛋那么大小了 至少得比 那个时候就有必要手术了吗 国外就西方人 一般它的标准 治疗标准五公分 直径五公分以上 但是我们东方人的 正常的血管直径 比西方人都要细 而且有的时候细的还很多 大概要到0.5 甚至一公分的距离 那所以我们一般现在 大部分专家界定的是 大于4.5公分的直径以上 应该积极干预 因为它破裂的风险更大 再一个我必须要说的是 由于这个区域有重要的内脏动脉 比如说肾动脉 比如说再往上 还有供应肠管的肠血膜上动脉 那么再往下 还有供应盆腔 生殖器官的这些卡内动脉 那么这些区域我不能覆盖掉 一旦覆盖掉 我内脏缺血了 内脏缺血就会有问题 比如肾脏堵了 我肾脏没功能了 肾摔了 对吧 我内脏动脉都堵了 我可能肠管缺血了 也会出现肠坏死 所以一定要尽量的早做 解剖条件复合的时候 才能应用这个技术 有的时候我这个流颈太短了 它没有够它固定去的位置了 我不知道好不好理解 就是我要这个东西 必须撑在一个相对比较正常的血管里面 它才能撑得住 假如我都撑在一个扩大流腔里面 它是挂不住的 明白 所以这个流颈要正常的时候 它还足够长 至少要1.5公分以上 它才能够做这个治疗 也就这么长 对 所以说并不是所有的动脉瘤都适合做这个微创 那也可能有部分动脉瘤 它做不了这个 只能做原来做的那种开刀手术 但是开刀手术相对床上比较大了 可能我要正宗要开服 还要把所有的肠管都要搬开 最后再挤住前面才能找到这个血管 要把流的切掉 再换一段人造血管 当然这个床上比这个要大多了 能做这个微创 当然尽量做这个微创 但是一定要尽早制 瘤子越大 它的这个流颈越短 越扭曲 那么能做成这种微创的几率就越低 所以一定要尽早治疗 尽早去发现 但是也有一些朋友可能还没有做检查 并不知道自己肚子里有这个负主动脉瘤 所以要呼吁要尽早关注自己的血管 那今天咱们可能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听到 副主动脉瘤这个词 那关键还是应该通过体检 包括相关的一些专业检查 及时地发现我们的动脉的情况 有问题的话 就找我们专业的血管外科的医生 帮你解决问题 非常感谢陈主任今天给我们的介绍 谢谢